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凱歌運動 今天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要帶大家了解 為什麼在產後就容易漏尿 為什麼在我們咳嗽打噴嚏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濕濕的 第二個部分就會帶大家練習 怎麼樣正確的做出凱歌運動 再來第三個部分會給大家小叮嚀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示範凱歌運動 凱歌運動是在我們的骨盆底肌這個位置 在一般收縮的時候從外面的肌肉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清楚我們的這個部位 請你再吸氣 好 吐氣的時候 想像做憋尿的動作 好 放鬆 這樣子算一次 如果他有做出正確的凱歌運動 然後我們在我們的齒骨的位置呢 這裡會有收縮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做第二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可以幫助你更容易做出凱歌收縮的動作 等一下請你把你的臀部抬高 然後 一樣吸氣 吐氣 做憋尿的感覺 OK 放鬆 慢慢放下來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如果剛剛沒有感覺的人 可以更容易做出凱歌的動作 剛開始在練習凱歌運動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沒有感覺 在做多一次的練習之後呢 就會慢慢的找到那個緊收縮的感覺 以上就是凱歌運動 每天練習三回合 一回合練習二十下 在兩個月之後就會有明顯的成效喔